這個陳玉珍最近做了一個舉動 這個提案要設疫苗的採購調閱小組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而且他號稱是秘密會議 結果包括他們同黨的有些人就說 我們衛環委員要開秘密會議 也覺得寫了切結書頂頂三回 結果發現說這也不算什麼秘密 但是大家要來問的就是說 他為什麼要提案設這個疫苗 採購調閱小組 就突襲的 後來的票數相等的情況之下 他因為是這個主席的關係 他最後一票投給 必可以成立這個疫苗採購調閱小組 那這個蘇貞昌的說法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購買疫苗是醫藥專家 法律專家跟國外談判 現在是賣方市場 簽有保密契約 我們很嚴謹做事 將來事件完成之後 會公布所有的文件內容 接受檢驗 他說呢 這個蘇貞他講的就是說 要簽保密契約的 很嚴謹做事的 他說呢不管什麼政黨 要以保護國人健康為先 不要在這個時候 讓我們因為違反了保密規定 買不到疫苗而影響 國民健康 他陳運真到底在想什麼 還是說有道理 因為他們就覺得疫苗 可能我們買不到啊 什麼的啊 一大堆的可能性啊 所以他要設立這個 採購調閱小組 一般這種採購調閱小組的 目的是什麼 其實我在這邊是很誠懇的呼籲 我真的希望國民黨委員 為了國家人民的這個身體健康 為重不要再亂了 我這樣講 其實在立法院成立一個 調閱小組 這是何其重要的事情 假設他真的覺得 這件事情很重要 他為什麼要用臨時提案的方式提出呢 過往在立法院 不是沒有成立過調閱小組 有 但是基本上 這麼重要事情 一定都經過朝野協商 之後取得個共識 然後來進行 我舉例來講 過去有成立調閱小組 例如說當時 這個有一些軍購案 有一些抽擁舞弊的事情 例如說拉法葉簽案 拉法葉案 當時在立法院 後來成立調閱小組 包括幻象戰機 當時我們跟法國採購幻象戰機 中間也是這個 不但有很多的這個弊端 而且疑雲重重 包括監察院都介入 後來司法也介入 所以後來立法院 決定成立調閱小組 讓真相整個公開 這個部分 那即使是如此 那個都是要經過非常 縱密的一個程序 例如說朝野要協商 要針對這事情來討論 剛剛講那些 要嘛就是弊端 疑雲重重 不然就有很多事情 已經發現說 這個非要立法院 成立調閱小組 不然沒有辦法以照公信 包括監察院行政程序 司法院的司法調查 都沒有辦法 以照公信的時候 立法院成立調閱小組 那我請問大家 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疫苗 不管在採購 不管是種種的過程 請問有爆出什麼 疑雲或者是說 發生自愛難行 然後這個中央隱匿 或者我們的疫情 我們的指揮中心 每天這個都不開記者會 不對外說明 導致大家人心惶惶 然後疑雲重重 完全沒有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突然要在立法院 搞一個所謂的 疫苗調閱委員會 坦白講 那是非常離譜的事情 這個只是彰顯 就是你國民黨的委員 就為反對而反對 你就是為了要亂 那我請問你 受害的是誰 受傷的是誰 請問在這個節骨眼 現在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疫苗就是賣方市場 現在疫苗 有疫苗就是大哥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逼著官方說 你非要公布 你的那個 對方要求我們保密契約 說你非要公布 買家多少 然後你非要公布不可 你不是在找查嗎 你不是要增加我們 取得疫苗的困難嗎 你不是要讓全世界這個先進疫苗 進步的疫苗 面對台灣說 你如果要這樣 我們就這個不願意 這個讓你們採購 你不是增加我們的難度嗎 請問你做這樣的事情 是真的為人民而好嗎 所以我在這邊呼籲 就是說健康的事情 沒在分哪裂的 健康事情沒有在分國民黨 民進黨 我真的呼籲陳玉甄委員 我呼籲國民黨的立委 適可而止 你覺得他為了 我也面對 我覺得面對這事情 國民黨黨中央要講話 這真的這樣亂話 我覺得這個真的不是 人民百姓之福 我覺得這個會造成 我們疫苗採購的困難之外 最重要的是 大家現在要搶中疫苗 結果你在那邊阻礙 這到底是為什麼 對 你覺得他到底為什麼 就是為了他們各個政黨 政治利益 說真的 現在反正為反對人反對 防疫也做到幾乎滴水不漏 我們現在都跟帛琉 全世界獨家的旅遊泡泡 都要開始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節骨眼 國民黨就是為了個人政黨利益 超越國家人民的利益 為什麼說是突襲 他先安排一個秘密會議 然後這個臨時提案之後 原定的提案處理完畢 他拿出新的這個提案 讓民進黨立委措手不及 隨後要求重複表決 陳玉甄悍然拒絕 嚴重違反議事規則 然後就開始吵架了 然後就從此停擺了 到底為什麼 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就是為了酷陷他自己的英雄主義嗎 他想什麼我們不知道 因為他是立法院對不對 他只有他的職權 首先我們先講一件事 因為柏文也跑過立法院 我們都知道在立法院裡面 從來就沒有真正的秘密會議 因為立委看完之後 我們有些記者總是 不小心會聽到一些答案 所以在立法院是沒有真正的秘密會議 包含秘密調閱 我給你保證也絕對不會真正的秘密 所以這個秘密是假的 但是第二個狀況是 調閱前立法院可不可以行使 當然可以行使 因為根據大法官釋憲585號 這個是立法院該有的職權 可是他的要件跟陳玉甄在鬧的是不一樣的 他的要件是什麼 第一個他是輔助性的權利 釐清真相 以幫助立法院做出有利的或政策的決議 那現在你這個事情你立法院跟購買 你有任何的相關的議案決議都沒有 所以他做這件事情在做的是一個煙霧蛋 那煙霧蛋是什麼呢 就是好像台灣的買疫苗是很秘密的 是有狀況的 是有什麼狀況的 回去當吵架本 回去裡面用梗圖 說台灣的疫苗有問題 台灣的疫苗有黑洞 台灣的疫苗有黑幕 他其實是營造這個氣氛 為什麼民進黨不敢公開 對 他在營造這個氣氛 營造這個氣氛就是攻擊民進黨 但是另外一個狀況是說 確確實實買方市場是什麼 以色列買了這麼多 以色列有公布價格嗎 沒有 韓國打了這麼多 韓國人家有出錢 幫忙做 對 有出錢 日本買了這麼多 有價格嗎 美國自己有沒有公布價格 都沒有 可是如果大家看到說 台灣有這個狀況 然後我們發現說 人家發現說 你怎麼給台灣這種錢 給我這種錢 那是不是各國會造成廠商的困難 而且整個在憲法解釋文 釋線文裡面講的 不涉及營業秘密 才能行使調閱權 那這個你要看這個 不是涉及嗎 可是這東西對你這樣講 都不重要 當你在政治攻防的時候 你就創造了一個可怕的樣子 我是覺得只有改 是因為有干擾 而這種干擾的狀況是 如果最後干擾到這樣子 或者疫苗的價格出來 就剛剛講 也許就講的是 那你怎麼買這麼貴 人家科興開的價錢多少 不跟你保證 一定因為立法院 從來就不會真正有秘密審查 所以一定有些資訊出來 就一定有些聲音 再出來繼續做政治上的鬥爭 我把陳玉珍委員 他的一個佈局 現在跟各位說一下 第一個 如果我們把這個所謂的 所有的細節 都把它公布之後 第一個 其他國家會不會來採線 這是第一個 要做的一個麻煩 但我認為陳玉珍委員 他沒有想那麼多 陳玉珍委員 現在做的一件事情很簡單 2022國民黨情勢大好 現在他就是要聲量最大 所以當他說出 在台北做出很多的動作的時候 最擔心的是金門縣的縣長了 那為什麼呢 從小三聰的一個議題 一直到疫苗的一個議題 目前來看 金門縣縣長 如果下一任 陳玉珍要出來選 他目前來看的話 我感覺是倒閉一閃 他的氣勢是非常非常強的 但是來到這地方 我們還是要跟南營的委員 稍微說一下 呼籲一下 過去當我們在目目 還買不到疫苗的時候 他就天天說 你看 你看 你們都買不到疫苗 你們要考慮中國的一個疫苗 中國的疫苗 其實我們也可以把它列入 所謂的考慮的一個管道 但是中國的疫苗能用嗎 我們先把這一題先按下來 現在買到疫苗了 買到疫苗 你當所謂的反對黨就落差了 所以他要去做出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所謂的宣言出來 所以他說什麼呢 他說他自願打 他死部主席 還需要你來打 全市場現在醫療人員 這些在第一線的都打不夠了